好,那这边就是我们上礼拜做的啦 所以首先我们就reuse lab 4 应该是lab 1吧 我不是改过了吗? 这好像没有改到 reuse就是reuse这个 这应该是lab 1 然后呢,你这个common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right click,然后按delete 就可以把它delete掉 好,那这个是2a 然后再来是2b就是delete 这一个common block common就是让你了解这个在做什么事情 那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会需要 那以后可能就不需要了 那所以就变成比较简洁 那就比较都是一些寂寞 都是有用的寂寞 可以舒服一点点 好,那接下来我们怎么把温湿度的感测器 把它这个放进去呢 那我们就是要把它加入一个这个物件 就是能够去读取温湿度感测器的物件 这样就把它放到这边来 所以我们通常会有一个initialization 这个inite这个字 在我们的所有的设备里面这样 然后接下来它的下面那个就是做读取的动作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我们要在setup block里面 去create这个DHD sensor这个物件 当然你名字你可以自己改 另外就是每一个板子 它接的接角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接角要接对 那我们这个板子是13 所以是没有错的 那你就把它drain drop过去就可以 然后接下来就是要 这个里面呢 会直接去importDHD的library 所以你就不用worry这个 你拉完它就做两件事情 create它 然后把这个DHD的library把它引进来 那通常如果说你用手写的话 你通常会忘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积木 帮你设计好这样 那在loop block里面呢 就是在这个快回圈里面 那这是软体的这个转案 那每一秒钟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读取它嘛 那读取就是把这个 读取的这个block 把它drain drop到这个快回圈里面就可以了 那最后一步就是因为你读取完 放到温度湿度 可是没有印出来也不知道它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拉一个印的这个 那这个是在micropython的那个里面 去把它拉出来这样 那最后这个本来default在这边 他就是说他会去睡一个小时 这边睡一个小时有点欺骗人 然后其实是就是CPU一直在那边空转 空转一秒钟 GPU他也不会接受别人的命令 他一直在那边空转 所以这个是很浪费电的做法这样 所以为什么以后要学硬体的回圈就是这样 硬体回圈就是真实去睡觉 那这个detail步骤就是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去把这个 读取的这个block block还在sensor里面 drain drop这个block 然后到这个我们设定一次的这个位置上面 就initial它 然后在这sensorblock里面 我们再搭一个读取的 在那个回圈的block 回圈的那个区域里面 然后就印出来 然后呢就是就是就是这边按这个 扩充符号 就可以把它展成四个 print out的slot 那你如果觉得太多 你就按这个就可以把它减少 扩充跟减少 这样还蛮容易理解 然后你输入h等于 然后temperature 然后那个t等于 那这个是错的 这个应该是相反 应该是temperature等于temperature humidity等于humidity 这个我也要改一下 那就是把这个temperature这个抓进来 那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有画框框的这个 代表你drain and drop的时候 它会复制一个 然后再让你抓 所以这个是比较好的 那如果说你是没有圈圈 外面没有圈圈的 那个是单一的变数 你要按右键复制 这个是稍微注意一下的事情 好 那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去按这个 右键然后按这个export 那或者是直接 这边有一个click 下载的这个在里面 这样 它就可以存在我们的IDE工具里面 OK 那在儲存起来之后 它就会直接 可以让你upload 到我们的这个IDE工具 那你就直接unload就可以了 那download完之后 就按F5 在直接按run 里面有一个F5 是一样的意思 这快捷键 然后这个是unrun 那所以按run 的时候那就会出现 你读取你现在的这个温度跟湿度 好 那所以呢 这个作业里面就是教你一个很基本的 这个感测器的这个读法 那其实我们也可以加上光 好 今天好 这边的话我就不summarize 因为上次应该上次有summarize过一次了 其实我们有讲说 这个软体的专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容易理解 容易写 但是呢 它的执行是很耗电 exclusion flow is blocked block就是说 它这边一直在做回圈 它是跳不住下面的 除了说里面有一个如果折 那才会跳到下面下面出去 不然的话它是不会跳的 那哈威的缺点就是 它在里面 它是一个function 那个function要解释吗 我们的交码交了没有 不是 那个python交了没有 已经交了嘛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function不用解释 对吧 老师应该有讲function 还是有人有那个有点不知道 很忙了是吧 OK好 function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加法 我们写一个这个公式 那这个是要转那个华氏转摄氏的公式 那我们就把它包装成一个function 然后以后呢 我们只要传我们现在任何的温度 摄氏的温度 然后呼叫那个function 那它就变成华氏的温度 那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个例子好了 好我们现在要写一个 摄氏转华氏的这个这个程式嘛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function这样好 那基本上我们这边就可以不用这个回旋 因为这是嵌路式系统的框架 那我们就直接用 就直接用create一个空的好了 这是空的 好那function怎么去建立呢 function就是在我们往下拉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function 好那function比较麻烦的地方就是 如果说你是丢参数进去的话还好 好那我们这个是摄氏要转成华氏这样 C to F 好那我们可能我们是量测现在的摄氏温度 可是呢我们是不是要展示的是华氏 有时候要展示成是华氏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这边你看这个有圈圈 代表我们可以复用 那我们如果说把它这个copy 我们直接把它drain抓过来 你看这里就没有圈圈 这就不是 那这个我们可以改成重新命名 成它应该是一个摄氏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打一个C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传进去的参数 那这是我们要把这个摄氏的温度 转成华氏的温度 那摄氏怎么转成华氏的温度呢 就是有个公式对吧 好那我们就是把那个公式 公式的话就要到运算这个地方 那摄氏转华氏应该是 乘以9除以5吗 有同学那个吧 就是我们的 我们这边呢会有一个 这边呢会有一个 这个最后要return 最后要return华氏的这个值这样 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华氏的变数这样 然后呢我们最后会 最后一个function呢 通常要return一个值 一个回复 好那这个是可以return and drop 把华氏的值把它回传回去 那问题是这个摄氏怎么去转成华氏嘛 对吧 那应该是摄氏乘以9除以5嘛 应该要变大不是吗 摄氏你如果乘以五分之九 对 所以等于乘以9除以5的意思 对 好那我这边呢就要用复制 好那我如果不是用复制的话 你看你return就要过来 它就不见对吧 那不太对 这是你输入的参数 所以c要乘以9 然后之后的结果要除以5 对不对 对 再加32 然后再加32 除以5 然后呢要加32 好这是我们的转换公式这样 那我们就把它放上来了 这样 所以这是摄氏转化氏 那我这边就可以写一个回圈啊 我就把我这边的温度 都是摄氏度嘛 就把它丢进去 然后它就会转成华氏这样 那我们就来做一下这样 好那我如果先 当然就先试看看 这个到底正不正确啦 所以我们就是这边有一个直行 直行 就是直行就是摄氏转化氏 然后你这边呢就可以丢 我不知道 我们现在大概30度左右吧 在外面是在30度左右 但是它里面没有印出来啊 所以我这边如果要除错的话 那我最好就是把它print一下 看它这个尺对不对这样 所以我这边还是把它显示一下 我们在回传之前 我们就说摄氏等于 然后滑氏等于 这是老套数嘛 那所以我们就f就可以直接抓 因为它是里面有圈圈的 那这个就不行 这个一定要复制 OK OK 这个要习惯 就是它如果有圈圈的话 代表 你可以直接train drop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对不对 那我们这边可以做好几个 比如说如果说是20度的时候是多少 然后如果是40度的时候是多少 那我们如果以后读回圈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得到值 好样我们就可以下载 那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可以重复使用的function 那我这边呢就呼叫第一次 我们传入40进去 然后它计算出我们的华氏 那就把摄氏跟华氏把它印出来 然后最后return成华氏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return回来 我们一个货回圈里面 我们可能最后就要把那个华氏印出来 那这个就要把它删除掉 这一行就把它删除掉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这个return可能看起来没意义 但通常就是说我们这边可以设定某个变数 然后或者是这个print 这里如果做print的动作 那就print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可以把那个这个 这个回船的值把它印出来 所以这个大概也许我再展示一次 那我们现在执行它 那如果是40度的话 那在美国是104度 那是华氏度 那这边是如果是30度的话 那86度 那20度的话比较舒服 大概是68度这样 那所以我们就有这个华氏转摄氏 那如果说加上我们刚才的 读现在的温度 然后转华氏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现在这样测试对 那这个function就很有用 它可以重复使用 那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要用到的library 所以就汇入 变成说你要先汇入machine 然后如果是软体回圈的话 还要再汇入这个 这个代表是迈过python的library 那这个是代表所有的library 我们是时间 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 那个回圈 回圈是在这里 why true 我如果说不是用那个工具做的话 那就why true 就在这个地方 诶 这是错误的 这应该是在 这个function是在外面 那你这个是在外面里面 你就引入那个library这样 那我就直接可以呼叫 那呼叫的时候 这时候我就直接读取嘛 那读取的时候就是要有那个 这个感测器 然后我们要去把温湿度放进来的 然后我们要去读取它 读取它 是在这个地方读取它 那可能是要每秒一次 那因为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人 所以我就要去找 其实你有一个方法就是说 你这边找time 这边有一个搜寻 然后找那个time 你就发现这个有一个time在这里 然后就是drain 叫过来 那接下来就是你要不要in 那这边的 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把那个 这边把它extract extract出来 这个这样的话就比较是纯粹的function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读取来的温度 温度就是这个嘛 那所以我们这边应该是不是这个c 而是这个temperature 对不对 那华氏是不是没有值 对不对 这个 这个错了 然后这个华氏f等于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呼叫这个function 那这function有两种 一种就是命令式的 那另外一种就是 我们就把这个time拿掉 好 我们这边function的呼叫有两种 一种就是这个直接传值的 直接得值的 那这个return的值就很有效了 这边执行完这个之后 它会回传这个值到这里 所以我就把它drain drop 我呼叫这个function 那这个temperature 就是从这边抓进来的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是一个命令 命令 然后回传值是没有接收 那我这边也是这样执行这个命令 但是呢 这个回传值就会放在这个地方 差别在这里 好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下载 我这边有印 那我们就可以下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有没有这个效果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重复使用的function 那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做 就是我们重复使用的function 那这个看起来还好 因为它没有一个这个资料要往外面送 就是它如果讲深一点的话 在我们城市里面有区域变数跟全域变数 那这里面都是属于区域变数 那这边传进来 所以你外面的F跟这边的F是不一样的这样 那这个有点 有点要再讲城市设计有点深 那我就把它直接执行 好 那我们就 刚还是温度湿度 那你还可以再把它放进去 所以你去改变它的那个temperature的时候 你同时有摄氏的资料 也有华氏的资料 就这样 所以这样function有理解一下吗 就是重复使用 你看我这边 我这边 刚才是测试的时候 就是可以call很多次 我很多地方要顾教这个function 那我就可以用这样来写 那所以我其实也可以再把它抓进来 抓进来 只是说这边刚好不会印出来 刚才是有print的动作 那现在没有print 所以这三个可能就没有什么 这个就不会印 所以说你里面也有print这个指令这样 所以你看我这边呼叫可以 我这边每次就呼叫也可以 所以这就是function 就是重复使用的东西 我们会放到一个函式里面 这样有理解吗 还是皱眉桶 那个旁边的同学有理解 那个那位 你有点皱的眉桶 有理解吗 还是要在 也就是说这边是我们可以重复使用的 然后这边是我们丢参数进去 然后这边是说我要去执行它 所以我执行它嘛 然后我丢事实进去嘛 那事实就是我们现在的摄氏度 然后经由摄氏 转华氏的公司就得到华氏 然后最后执行完之后它会回传指回来 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它没有接收 所以就没有用 但我们在这里就有用 我们这边也是执行这一个函式 但是呢 这个F的值呢 就会传到这里 所以我们待会去印出来的时候 这个F值就有 这样可以理解吗 所以我就说 你们那个Python的那个老师会教的很辛苦 就光这个 这些概念要交给同学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这样 那要讲到资料结构 是真的非常辛苦 这样 不过它的教学严格严厉 所以你们同学都会这样 好 好 那 刚刚这个我们要做吧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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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是解释函式 函式而已 为什么解释到函式 我也有点忘记 所以逻辑思维是 这个不用做 这是 是解释说硬体 硬体的那个function 有时候比较困难 这个 这边是硬体的回圈 好 我硬体回圈也做一下好了 我们看今天 今天本来是想说讲一点点 那个 这个手机的 不然我们就讲这个 那如果这个东西的话 它很特别 它比较复杂 它外面有设 这叫global的变数 ok 然后这里面的变数 这是一个function 所以这里面是local的变数 那如果说你要引用global的变数呢 你要设定它是global变数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你如果说资料 要从这个function里面 能够被这个function外面的东西引用 那你一定要把它设为global变数 就全域 就在这边可以看得到的 那这个如果没有设定这个全域变数的话 那只有在这个区域 也就是说在这个区域看得到的 所以它有点麻烦 那在我们做物联网的实验里面 我比较prefer的是用这个 哈卫的方式 因为第一个省电 那第二个就是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这个 不会block住那个下面的程式 这样 那我就用相同的温湿度感受器来做一次 那像这样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 我们一样去设定一次 那这个是一个function 然后它是设定 这下面有一个就是硬体的timer 这个function就是callback function callback function 那这个function是一个产生一个硬体的物件 然后呢 这个是宣告多久 宣告每一秒钟 就是一百个minisecond 就是一秒钟 然后这边写periodical 就是周期 周期性的去做 你也可以只做一次 只做一次one shot 或者是就是做很多次 如果像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做一样 就是在 这有点像每一秒钟去呼叫这个function 就有点像说就是类似一个毁权 所以你这边一样把这个资料抓进来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去把那个这个资料 读出来 读出来 这下子就麻烦了 你这个资料读得出来吗 那这个就有一点点那个那个你要print这个里面的内容 那你在这里面print那是ok的 可是如果说你在外面要去print那就不行 那我们现在因为在里面print所以还可以 所以目前这个跟这个是没有用的 那在很多场合里面它是要用的 就是我们待会要做的物联网实验里面 这个温度跟湿度就要把它导到外面来 不然的话我没有办法去设定那个 那个所谓的毁掉函数 这个可能下一节就是下一个的lab 我们才会用到物联网的lab 也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那个手机的那个程式 大家有demo01到demo多少的 那个会用到这样 那接下来我还是把它印出来而已 所以这个把它print出来 好那这里面是在local 所以这里面印也没有问题 好这个是global的变数 跟外面是一样的 所以你把那个纸读出来它就是0 那我先我也可以读也可以不读 但是就其实是一样 按tap就可以跑到这个 然后humidity等 好那我们就把这个temperature一样 抓到这边来 然后把温度 然后把这个湿度 humidity放这边这样 好那这个这样的话它就是硬体的回圈 好那我这边其实就再加上一个print 好这个是outside 那个outside 我就写outside 就不用写太多 打太多 好那这个的话print一定会被执行 好那你如果用hy回圈的话 那个这个这个 这个hy回圈一直做 它不会执行到这个外面的这个指令 这样好所以我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稍微demo一下 好那我们就把这边暂停 好所以这边我们稍微看一下它写法 就是一样嘛 我们就还是要去import library 然后照温湿度感测器 然后连接到我们这个板子的第13根p 这样好那这边呢就是create一个timer 叫timer link 然后呢 timer呢要绑定一个说 每多久的时候我要呼叫哪一个function 那就是我们的timer function的名称 这样好那这边是因为是function 所以里面的变数都是区域的 也就是温度湿度是区域的变数 那如果说它这个资料要回来的话 那我这边要宣告temperature 这个state这边其实改成temperature 然后改成humidity 它才可以传得出来这样 好那那这边的话呢就是每一秒钟去读 去呼叫然后周期性的 然后呼叫这个callback function 就呼叫这个function 那这个的话就不会一直占据cpu 它执行完之后就把cpu release掉这样 所以它就比较省电 那而且也不会block住这样 我们来执行 看起来看起来是一样 但是实际上内部的运作完全是不一样 它一样可以去读取温度跟湿度的资料 那我手去放着 它一样可以把这个湿度增加 但是你如果说往前看的话 它有个outside有没有 有看到outside吗 outside这代表说它不会block住 不会你用你如果用坏回圈的话 它是会block住的这样 我也把这个把它sip起来 然后再丢到我们群组好了 就让你回去也可以看这样 这是就写一下DHT 你不用做 但是你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我们以前是sow-way的 那这个是hard-way的 储存 那我会把它放到我们的群组里面 让你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程式 让你可以了解 刚才的function好像应该也要丢给你们才对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好 那这边就稍微就是复习 复习到上面 那上次还没有复习的就是另外一个作业 我们接下来要做lab3 要把温度湿度能够呈现在你的手机里面 那基本上它做法就是把迁路式系统的先做好 那就是IoT的设备的迁路式系统先做好 然后它会通过你的手机或者别人的手机 然后送到这个MQTT的broker 然后你的手机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打DEMO02 DEMO03 你会读到别人资料而已 那你会出现这个温度湿度这样 这是我们今天要做的 在做之前呢 我们也稍微来复习一下 我们上礼拜 还有一个东西要请同学做的事情 这个为什么奥赛只有写试一次而已 没有啊 你如果有回宣的话你就一直做 那但是它温度一直在出来啊 这个是每一秒钟会去呼叫 到这里面的一次 对 这个periodical 那个有一个硬体的回应 硬体的timer 好像就是有一个人 在那个硬体里面有一个人 就每一秒钟就trigger你一次 他就执行这里面的一次 那你为什么刚刚先奥赛会出啊 那奥赛是因为它不会block 不会block的意思 就每一秒钟的时候 它还没有测到温度的时候 他先 你下面的东西都会一直执行 比如说我按 我这边再用一个回宣算了 因为现在有点疑问 我们就这边再换一个回圈 那它每一秒钟都会出现 不是 回圈在哪里 这里 那但是这个太快 那会把这个CPU都把它挡死 所以你这边还是要slip一下 这样 因为 这个就是busy waiting的意思 所以那CPU一直在做 那很快很快很快 那这个就 别人就没办法做任何事情 那这样的话就代表 CPU一直在用 所以你这边如果没有slip的话 那它就有time 所以我只要time点一个slip 那这样就可以 那这样就可以 time点slip 那 那 这边其实就可以 假如说我这边也要显示温度跟湿度的话 我这边就其实也是可以显示的 但是因为它是区域变数 所以这就显示不了 OK 好 那我 因为中指有问题 那我们就让它看一下这个 现在有什么不太一样 好 这个outside 你看 这个因为大家都是一秒做 对不对 一秒的时候硬体去 去trigger这个function去做一次 为什么 因为造一个硬体的物件 他们的物件 然后这边他们跟他讲说 每一秒钟执行这里面的 cobe function 就这个 所以 这个 温度跟湿度的列印 是因为有硬体的timers 那下面这是 fi回圈 它有点 有点 那个 就把它塞往下拉一下 下面是fi回圈 那是两秒做一次 我如果说把它改成 一秒做一次 我如果改成两秒的话 那变成说上面会做两次 下面才做一次 比如说我这边直接可以改 所以方群跟fi是同时都一次 两个都一直在执行 对 上面的是硬体的 硬体的执行 硬体实行 fi回圈只能有一个 你这边有fi fi true 下面有fi true 下面的fi true 那是caro在跑 对 对 这是硬体 有硬体 有硬体就会去trigger你的 你的 有点像把这一段软体 记录在一个空间里面 然后呢 我们叫interrupt 比如说你在做事情 那有个同学来敲门 那就叫interrupt 那每一秒钟 有一个人去敲你的门 那就是一个interrupt 所以每一秒钟 去呼叫这个一次 那这个是 你就be easy waiting了 就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一直在做 好我把它改成02 然后我们来执行看一下 它会有什么 什么状况 那你那个硬体 就变成 那个硬体 你可以做 十个 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你有一个timer1 有一个timer2 有一个timer3 那 你快 快回旋只能有一个 因为它会占据整个CPU 可是这个 我可以有timer1 然后每5秒做一次 每timer2 每1秒做一次 那它那个CPU里面会有一个 timer就是技术器 那一秒钟的时候 会trigger那个function 然后5秒钟 会trigger第二个function 这是我们硬体的回旋 的意思 就是这个样子 它不是真实的回旋 它是有一个计时器 时间到了就会去驱动 这里面的function 那你看你现在变成说 两个那个 这是停一秒嘛 每一秒钟有一个 那个中断 去执行这里面的内容 那你的outside就是 一样beasy wait 所以快回旋就只能有一个 快true只能有一个 而且它会把它block住 好 那我如果把它移过来的话呢 就完全不work了 以后我们把这个拿过来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在这边在做回圈嘛 对不对 那下面这个会不会做 不会做 也不会做 initialization的动作 这样 应该是不会做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会变怎么样 好停止 因为 因为 因为这边啊 它根本就出不来 所以下面这些程式码 根本就没有被执行 你看 一直outside 一直outside 温度跟湿度有没有出来 没有 因为 why 就是一个软体的回圈 它会占据所有CPU的资源 所以这个CPU的资源 它一直没有履离出去 所以那个 外面那个硬体的timer 是没有办法去trigger它了 这样 那我们 没有讲那么深 因为 主任有问 所以我才稍微讲深一点这样 不然的话 我们在 我们同学 应该是软体回圈 基本上大概就可以了 因为没有设计到那么困难 好 最后我讲一个 这个 待会要用到 也是我们第二个作业 那我这个会给同学 这个 应该是 前面那个是正确的 会给同学 那我们再来讲说 我们 还有第二个作业 那我们第二个作业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另一个空的project 然后到我们的网路里面 然后去做这个 那这边就是连你自己的 SSID 所以这边就是 因为我有一个叫SIRD SIRD SIRD J 好 你要连你的就可以 S 好 里面 如果说有连线成功 就会做里面的动作 因为我们要做网机网路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先连到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这个手机上面 这样 所以 我们这边就是 要连到Internet 才会连接到网机网路 啊 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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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是要小写的 我这边直接改好 好 然后 直行 如果说 等于是你的这个设备 你的这个设备 想要去连接到网 你这个设备 想要连接到网络网络网络 那它要有个通道啊 对不对 这有WiFi啊 所以它要连到这只手机 然后这个手机呢 再把你的WinSto的资料送到云端 然后你再从另外一只手机去 去读取它这样 这可能在你家里 你的家里的设备 你可能在外面 好 那它一直送到那个服务器 你的手机就会一直看得到 你的那个内容这样 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呢 也是我们要请同学 Upload的东西 好 那你要用你自己的那个 手机的那个 那个方式呢 连上去这样 好 那 有没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就先休息 10分钟 好不好 就上礼拜的稍微复习一下 那 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再联系一下 好 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 好 那就要交这两个project 好 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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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